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天气越来越热,马上就要迎来空调、西瓜、冰镇饮料的季节了 西瓜虽然是我们生活日常中再常见不过的水果 可即便如此,某些西瓜的出现还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震撼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购买的西瓜大约是6斤左右 但是国外某小伙所购买的西瓜却重达250斤 听上去就觉得难以置信 据了解,小伙也是偶然间发现了这样的西瓜 当时自己正在参加国际果树大赛 没想到居然意外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瓜 因为西瓜确实非常引人注目 所以考虑再三之后,小伙最终决定把西瓜带回家 花费了整整三万美金才买到手 可是在旁观者看来,小伙这样的做法有些疯狂 毕竟这个西瓜重达260斤,相当于40个普通西瓜大小 外观看上去还有点像冬瓜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入手 小伙将西瓜买回家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用长刀切开 没想到西瓜切开之后,小伙一家人居然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西瓜是空心的 就连里面的西瓜肉都是粉白色的 看上去就不怎么熟,更不用说好吃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小伙确实觉得非常无奈 因为这个西瓜根本没什么食欲 所以最终只能被当做垃圾扔掉 这样说来,外观庞大的西瓜并不见得是最好的 只能说是最独特的西瓜 夏天即将来临,大家在买西瓜的时候也需要多多注意 千万不要因为外形引人注目就直接入手 果肉香甜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